- 欢迎欢迎- 佳佳- 哈喽- 欢迎欢迎- 妙婹- 今天换了新造型了- 突然的美丽- 突然出现让我有点尴尬啊- 没有没有- 介于旧爱新欢之间- 你都是要演戏嘛- 巴哥你这样一坐在那边已经很明显我是旧爱还是新欢了- 哎我要恭喜你们哦- 恭喜你们- 起从何来- 由太三度来按您非常成功- 没有没有 前人重述 后人成两- 完全受了这个伯母的匹音- 前辈的匹音- 说的是我- 说的是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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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这个曾庆余的- 大家很好的基础 - 随便任何女性来演都是不错的- 低 Math 6, A low of 봤- ressedly there is better - 欣账就是说 有他在那边谁进来都可以- toilets made amazing - 也没有啦 最主要是因为前两集你们的基础打得实在太好- 别人要 prayers hopefully- 那我刚好接受你们的这个- 입니다 - 那我刚好接受你们的这个- 这个- 没有关系- cupboard Jayceя今天放完演完之后呢- 我看我们俩又需要再打打基础了- adjacent差不多了- Beach in 무대 应该 应该 这个曾晴我们刚刚听你唱这首歌 非常有味 谢谢 好像是我们下档联系剧的主题曲 对 就是随风卫士的主题曲 我整整有两年 二十四个月 七百多个日子没有发国语的唱片 那很多朋友都说 你是不是已经不唱国语了 现在要唱那个夕阳的歌曲 那我是想说 我绝对不可能忘情国语的歌曲 我在筹备了很久 整整两年的时间 就有这张专辑的出现 那刚刚很谢谢台师跟华语工导播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来唱随风卫士的主题曲 跟片尾曲 那我们就故意为了这个电视剧 做了两首歌 张宏毅老师写的歌 那这个歌的特色 就是你们刚刚有听到旋律 是蛮复古的一个 Wolf的一个感觉 非常的温馨 然后那个音乐 假如你们听卡 大家会发现 我们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大编制 用真的旋乐队 我们用了他们三十几年的乐队 那现在很流行电子合成器的 音乐里头来讲是蛮清新的 不过随风卫士虽然是由你主唱 不过他们也故意地从美国 请到了国际的巨星 陈冲来演出 对 真是 像那一张这么好的歌 这么好的剧本 又请到了这么好的演艺人员 能够来 真是不容易 他还是真是大手臂 那真是在黄仪宫先生领导下 才有这种成果 当然了 你看邮差 邮差成果一定不得了 邮差前面的那个票房那么好 对不对 后面一定要有点很强的戏才行 对 因为邮差因为前面两个 除了徐景良先生之外 黄仪宫先生随便的调教一下 就熟悉力不错 当然他最后呢 就全心全力在做随风儿室 相信一定有相当的成绩 的确 而且又有这么好的主唱 而且最主要呢 随风儿室又请到了国际的女主奖 今天很高兴 我们把陈冲请到我们现场 我们欢迎陈冲小姐 欢迎女儿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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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陈冲的这个不同造型 跟在随风儿室里面完全不同 不搭感 完全不搭感 给人家感觉非常的健美 不要有错觉 我们电影是个冬天的感觉 我既是个加州的感觉 因为你今天上的是旧在今夜 起码要让人家觉得 纵夏夜之梦 让人家有一点点 那种做梦的感觉 从这里看起来 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明星这个 越有名越大牌的 穿着时越 越亲和力 越轻松 这个越不是很大牌 就大牌的很多 很平坚 这也二人还 一样都很少 还高跟鞋 我还好穿着潮鞋 还好穿着潮鞋 所以证明方方比我还是大牌一点 我还穿着高跟鞋 所以以后 你们会要每次嘲笑我的不换服装 国际红星旁做的 你看 就是这种 我也经常有很隆重的时候 今天我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情绪下 就喜欢这个样子 最主要成功 他的魅力是在他本身 不是靠服装来衬托的 他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人 谢谢 说到这个随风儿事 这一次才是真的很难得 能邀请你到台湾来 住院支部编续去 然后你在这工作一段时间蛮长的 你到底觉得怎么样 剧本是不是如你当初所想的那样子 满不满意 比当初的改进好多好多了 我们一路在拍一路都在改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非常投入 所以我希望这个戏出来以后 观众会喜欢 基本上这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类型的一个故事 随风儿事吗 随风儿事 那我想欣赏了 就这个《尤才三度来爱林》 这种比较轻松的剧情之后呢 我想随风儿事应该是一个 伤感的 比较伤感的 你会儿除了爱你自己的伴侣之后 好像还有爱这个国家 爱这块土地的 这个情感 对 因为我们是抗云战争的背景 所以呢 还有一种土地的失落感 加上爱 就是一个战争爱情片这样 不过今天他们两位站在一起 把你们发现他们两位 基本上还是有很多的共通点 虽然服装造型不太一样 不过一般来 真具这样的电视上的造型 特色的写不出来 不像那个《尤才三》这么的 不过如果今天换到同样的服装 一样是这种感觉 今天 现在就四个人呢 就有两种不同的 他跟曾经云是一种味道 你跟我是一种味道 我们俩是比较相同一点 因为你们两个人感觉是比较现代的 而且是就是很从小就好像比较离乡背景 比较不离父母 你们二十岁好像就离开了自家 你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香港 你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上海 就畅天下 基本上你们大本身都比较独立性 比较强一点 对 你你好像也错这个比较还要坎坷啊会不会 其实我十四岁就离家了啦 其实我十四岁就开始拍我第一个电影 二十岁就到了美国了是 曾经你呢 我啊 我是不到二十岁就离开家到外国念书 然后再回到家再出来几岁我就不告诉你了 到国内来发展这样子 因为今天在座的有三位未婚的女性啊 不过你们两个因为是特别来宾 你们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两个自己对婚姻的一些看法 因为大家都懂了适婚的年龄啊 那谁先 是事业的事还是适合的事 适合的事 你先讲好了 那么谦虚啊 那我先讲 你是客吗 那我先讲我先讲 对婚姻的看法 我觉得婚姻是唯一最最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找到理想的办理的话 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您现在目前的状况还不是很健康 因为不健康 绝对不健康 绝对的不健康 因为我我的生活环境 和这个工作的本性 使得我很难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 因为我旅行非常多 每到一个地方像仙女散花一样 到处留情 骗尸一幕 然后就永远再也不服那块土地了 但怎么办呢 所以没有了 我就是开玩笑 我就说很少有机会 因为我旅行太多了 一马星座的 经常走来走去 吉普赛人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有名字 那曾庆余呢 其实很多人外表看我好像什么 经济很独立啦 生活很独立啦 一定觉得我在婚姻的观念上面都是很现代 其实不是 我是很现代的外表 然后是一肚子的古老 理想 理想 怎么讲理想 理想生活的人 非常需要依靠的 对 像陈冲说的 我觉得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 我是觉得 我把婚姻看成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关系 假如我有天会结婚的话 我就应该不会离婚 我会挑得很清楚了 那你的条件是些 什么样的男孩子才符合你 其实很简单啦 他一定要心力善良 一定要懂得包容我 心理善良人很多 对 需不需要像咖啡猫一样 你最喜欢咖啡猫一样 圆乎乎的 你说他长得像猫 不是 他一定要是人类 没有 他是说像咖啡猫那种体型 其实给人家感觉比较透实 然后比较坚固那样 其实我倒 也许是虚胖也不一定 我倒不介意他是胖是瘦 反正他人格比较重要 人格 你希望他是怎么样的人格呢 说他心里很善良 就是要善良 对 那陈冲呢 我希望他是一个比较能够包容的 对 那如果结婚以后的状态 是不是希望还有保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空间 还是如果就是 就是需要有 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哪怕家庭主妇也有他自己的空间啊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都应该有自己一个空间 你没说那希望他另外一半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吗 对对对 就是表达希望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包容量比较强一点啊 我想他们两位的看法应该算是比较现代新女性的一些看法啊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陈冲 你看陈冲他身体就是那么健美哦 你会不会希望你将来结婚的对象也是一个很健硕的一个男子 阿罗斯瓦心 还是说你觉得你可以保护他 我当然希望他保护我 我希望他保护我 要有保护感 男人要有保护感 当然他这个保护感并不是说身体健全 很可能可以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这个不 跟这个没有关系 主要可能还是头脑里的 心底里和头脑里的 不过今天我发现还有两位个共通点 就是两位身材都非常的健美 那平常是不是做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运动 还是平常吃些什么样比较特殊的营养品 才使得身材这么样傲人 我运动但是也不是一种很有纪律的这样 我运动随风而视的每一个 对随风而视的族里每一个人都会晓得了 我是从早吃到晚 我那天跟吃饭好可怕 从都吃到尾 对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节肢 但是我的确运动 我游泳 好 今天很高兴地请到了我们上一代联系剧主角 这一代联系剧主角 很像一代 末代 末代 很高兴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声色不少 也希望在下段联系剧里面能够听到最好听的歌 当然最重要的还看陈仲小姐很好的表演 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替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且希望常常都能看到你回来看看我们 好不好 好啊 我希望是好的印象 身没有用 是好 一定是好的印象 我们期待你的演出 我很怕很怕 我想 我想 有你这么贱美的身材的话 已经占了成功了一半 哎呀呀呀 这就很糟糕了 你讲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外形啊 这不是很糟糕的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不过我在随风而视族的表现 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另外一个人物 因为他都穿着冬天大衣嘛 对对对 今天要把录影录起来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三位 谢谢两位